大家好,Kyoko 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說說方向的日文 昨天說了最簡單的東南西北 今天的生字會比較複雜 最主要是關於馬路 例如交通燈、十字路口、巴馬線等等的日文 第一個是街 街的日文是街的意思 第二個是攝谷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在JR出來的時候,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日文是 當你要過馬路的時候 要等紅綠燈 或駕駛也要等紅綠燈 我們叫做信號 日文的讀法是 第四個要說的是 有時候我們過馬路沒有這個紅綠燈 那些我們在香港叫巴馬線 然後日本的話 我們叫做 就是巴馬線的意思 下一個要說的是 我們在街上走 你不是一條直路 我們會轉角的 街角的日文 我們就有一個角字 寫作 KATO KATO 在街上 如果你有很多店舖的地方 就會有很多招牌 例如在香港最出名的招牌 可能我們香港人看慣了 不太留意 但其實很多外國人來到 尤其是去到旺角那條行人專用區 他們是很喜歡在那裡拍照 因為很多招牌 尤其是晚上是很漂亮的 招牌的日文 我們叫做 KAMBANG KAMBANG 或者有時候你看到 偶像組合 他們那個招牌的隊員 都可以叫做 KAMBANG 下一組要說的 就是當你問別人路的時候 別人會教你直行 或者轉左 轉右 他們的日文分別是怎樣說呢 第一個我們要說直行 直行的日文是 MASUKU MASUKU 轉左的話呢 是HIDARI HIDARI 右邊的話呢 是MIGI MIGI 然後呢 你後面加回這個 GA WAHE MAGARU 就代表是轉的意思 譬如你想說轉右的話 你就可以說 MIGIGAWAHE MAGARU 最後一組要說的 就是我們在街上會有馬路 或者是行人天橋 那馬路的日文呢 我們叫做 MIGI MIGI 行人天橋呢 我們叫做 HOD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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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兩個呢 可以在後面加回 O WATARU O WATARU 就代表呢 橫過馬路 或者橫過行人橋的意思 那今天呢 方向的單字就介紹到這裡 嗯 其實今天那些好像不算方向的單字 應該更加是畫一些馬路上面 或者是 怎樣走 是的 的日文單字 那希望這些單字可以幫到大家去旅行的時候用 譬如你問別人走路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它是說你要過馬路 還是過天橋 那 那如果你今天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LIKE這影片啦 還有要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可以FOLLOWIG和FACEBOOK 會有更加多東西看的 嗯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下個禮拜見啦 MODANE BYE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手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下快點 バイバーイ BYE